大家好,今天都不知從什麼講起 因為香港確實是光怪陸離 光怪陸離就是在於太多不公平的事情 以及不合理的事情在香港發生 當然很多人都會說不合理當然是來自PK等 一於我們就用PK等開始說話 PK等在網上大雄大雌 好的一句我是看成龍大哥才會做警察的 你說這一句有沒有問題呢 一會再說有沒有問題 說一些我自己最比較熟悉的專業 就是當港台出了警方消息 對不起,是警方消息 在警方訊息之後 PK等就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 他就用郭家全 這個就是警察的公關一哥 這個其實是我私底來的,陰公 哎,持有私底,起下他底也要 低我一屆,可能以前踢球 踢過他屁股的,可能是球省屁股 出了一封信 代表PK等,就給梁家榮 梁家榮就作為這個廣播處處長 收到一封信 這封信其實很沒禮貌 第一,梁家榮前、梁家榮後 就是賈家地的處長 是不是 所以,究竟這封信的背後 什麼含意呢 它又不是像律師信 不過就甚有律師信的含意 兩個字 兩套的字眼是相當重要 第一,就是抹黑警隊 抹黑兩個字 第二,說警方用那些裝備 拿了很多裝備 說這些解說 這些演繹是與事實不符 一個抹黑 一個與事實不符 如果放在一個套用在法律圈子裡 其中一個可以申訴的 就是誹謗 那現在究竟PK等 是不是想告這個港台 認為他們是令到警隊名譽受損 會不會這樣做呢 那你又說,喂,鄭家庫 你傻的嗎 政府又怎麼會告政府呢 那我今天跟大家說多幾句 因為過去都很少在這些環節 說我自己最熟悉的法律 但是因為過去太多政治話說 但是這一單呢 我覺得在政治東西裡面 就要牽涉到一些法律的理解 你不要以為政府告政府是很荒謬 在普通法的國家地方 大有其事 以這個普通法 我翻查一個比較最出名的一個案例 我現在對法律有少許的理解 普通法 將刑事和民事兩大的主流 刑事一定是由政府告人 或者告一家一個董事 公司之類 由政府做主導 民事就是由人與人 公司與公司 政府對人 政府對公司等等都有 但是政府 告政府 那你就說,咦 那你政府告 告得來要陪 那都是政府左手交右手 那為什麼何有這樣的問題呢 那我現在就細說一個個案給大家聽一下 這個個案當然在政府告政府的時候 就必然有作為一個約束力也好 因為普通法跟案例 那這個案例是有提及的 這件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 那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美國和盟軍打勝仗 打勝仗之後 當然有很多物資 要慢慢游在歐洲、亞洲 運回去本土、美國 很多的 飛機、大炮 那你牽涉到運輸 就必然牽涉到有運輸的部門 那牽涉到運輸的部門 你必然是要有開支 是吧 那美國、U.S. Army、美軍 它有很大堆的物資要運送 那開始都打算用政府的資源去運輸 那這個部門呢 簡稱是ICC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這個看完整個美國當時 怎樣去州與州之間 穿州過城了 正所謂那些鐵路、航運 在河、墨西西比河 那些 很多都由這些看完 然後呢 然後就要計怎樣收錢 哇 那時U.S. Army說天文數字 大佬 這麼鬼鬼? 原來我給了這麼多錢嗎? 計一條數 計不過 打完仗 你知道 國會就不太多錢 再批給美軍 放回很多民生的工作 於是乎呢 U.S. Army就說 喂 ICC 麻煩你 我不肯了 我自己 自己 我們找些軍隊自己運 不需要你 於是乎呢 就告這個 ICC 因為覺得收不到 錢 這麼貴 去到區域法院 District Court的時候 那時的法官 有沒有搞錯? 左邊又肉 右邊又肉 左手又肉 右手又肉 你告來告去 都是政府給錢 埋單 你告來做什麼呢 這樣就拒絕了 建案件 於是乎 U.S. Army就告到上去 美國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當時 破天荒接受這案件 兼且定出 他們認為要賠償的金額 當時有兩大原則 這裡大家可以留意 究竟這兩個原則 放進PK等 和港台可不可以用呢 第一 他說 其實 法院牽涉到這些行政部門 其實可能 在踩界 會說 三權分立那裡有少許問題 等於你叫司法部 來干預你的行政部門 不過他就說 咦? 當時來說行政部門 包括美國總統一哥 都覺得 沒什麼可以幫到手 都誤不到 U.S. Army I.C.C.又給了權 他根據法律 他就可以這樣做 既然行政部門 都覺得解決不來了 於是乎 法院去介入 就沒有形成一個破壞三權分立 第二 法院就覺得 如果這兩個不是政府部門 如果這兩個是普通的私人公司的話 問這個問題 答案是正確的話 第二 如果是私人公司 私人機構 人與人 這個是絕對應該由法院作出一個判令 去拿回 對定一個公義公道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考慮 法院是要接受 法院是不可能拒絕 在法制上面 容許私人機構做的話 你又不容許政府部門做 然後第二 就是剛才我講 如果行政部門 都沒有人想出來 抓之其彼 去令到大家和解的話 好了 你說PK等 和港台 香港真正的一姐 你說777林鄭月娥 最近才知道她爸爸叫她鄭阿毛 說少少題外話 鄭阿毛這個名字我相當親切 有一次我看Facebook 我以為為何林鄭和我女兒拉上關係 鄭阿毛的女兒 今天貴為一姐 你說 她會不會擺平 一哥PK等 和港台之間的事 我看起來又不像 因為她現在周身矮 她自己都搞不定 她會不會走出來 所謂擺平 還有呢 我又覺得 以現在 林鄭這種所謂 氣焰 她覺得港台真是 最好就撐起她 最好就搞定了頭條新聞 那你說 找些法律程序 去嚇嚇馬威 嚇嚇她們 不知道會不會好事呢 那我又覺得 我又樂觀其成 為什麼 大家都知道 如果真是PK等 根據剛才 U.S. Army對I.C.C.的案例 一些原則 如果真是 以這個誹謗 來告 因為他說 港台抹黑PK等 抹黑警隊 和與事實不符 那絕對 根據第二個原則 如果他們是私人機構 人與人之間 必然是應該上法庭 拿回公道 哪怕你左手交右手 哪怕你港台日後 怎樣賠錢給警隊 不要緊 不過我樂觀其成的話 不是因為我想港台輸 而是我想了解一下 在這個法院裡面 必然就會追究究竟 港台所說的 你警隊拿了這麼多 一些醫護的裝備 是不是真的與事實不符 你三四萬警隊 是不是真的要六十四萬個口罩 這些是不是真的 當很多人說 買不到口罩的時候 當醫管局要收N95口罩的時候 當衛生署分法的口罩 比你警隊少的時候 如果在法庭到時誹謗案 攀出來的細章 原來你是真的的話 你夠不夠膽告PK等 所以我覺得 樂見其成就是這樣說 所以如果PK等 和那個國家傳我私底 聽完會 又懂得來聽聽我這一集 又或者問問他們律政司裡面的律師 測一下案例 我給他一個動光 他都不夠膽告 因為第一 我認為 港台 警方訊息所有的東西 絕對差不多 九成九和事實是相符 不是不符 於是當這件事是事實的時候 當這些只是一些 我們叫做誹謗案裡面的答辯 是叫做fair comment 這些是一個我們認為合理的評論的話 如果你一哥PK等輸了 你真是顏面無全 難道PK等不就要看看 CCTVB的律政風雲 學做大長 看看律政風雲 自己起身答辯 說自己起身告 講完這個話題 其實PK等這個人都未講完 真的有很多話說 我不是講過他十大廢話 如果你有聽過早幾輯 他講說要學成龍大哥 才學到做警察這件事 在那個飯局裡面 我覺得其實政府部門 一遮林鄭 鄭亞毛的女兒不去追究 其實很不合理 因為當2月19日晚 政府有一班新的工會成立 在公開集會 接著政府立刻禮手出聲明 你這班人就違反了政府 伸出那個減低社交場合的聲明 說你這班公務員 沒理由不留在家裡 但你看看新聞片 其實這班人個個都戴口罩 公開在外面 他們都戴口罩 但你看PK有沒有戴口罩 曾志偉有沒有戴口罩 譚永倫有沒有戴口罩 成龍有沒有戴口罩 沒有不止 還有些咬著支煙 你真的難以想像 我當年就是室內禁煙的條例 草案委員會的主席 我一看到 我知道沒有警察在這裡 沒有禁煙辦在這裡 是很難執法的 你叫那些人吃煙 老闆叫老闆 不要吃煙 那些人會不會理你 但你警察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整隊警隊的足球隊在這裡 加上幾十個警察在這裡 見到有人吃煙 甚至根本可能有些警察都在吃煙 知法犯法 我告訴你一哥透過警民關係 公共關係 又出了聲明 這是一個私人的聚會 對不起 一哥的身份 作為一個政治任命的官員 他一言一語 沒有私人的性質 加上就算是私人性質 你如果私人性質 你明知道有人是犯法 而你也參與 而你也參與 兼且說 只要你們手指弓給個讚 我們就赴湯道火 給人的印象就是覺得 這幫什麼人 是不是那些古惑仔 那時候我們看那個 古惑仔的片 真的那個場合差不多 不過當然 我這裡先指聲明 我沒有說他們是古惑仔 不然一陣子就告我們這個 又真的告我收信 就無謂累大家 不過說很像 當我們知道有警察 去一些酒吧 不知道要不需要付錢 喝到很多酒 當我們見到案例 有些阿sir 去一些夜總會 帶小姐出街 是免費這一類 這些信息 聽過很多 當然你說一哥 他可能會自己交錢 明白 但是一哥 是用警務處處長的身份 去到這樣的場合 告訴別人 只要你們 舉手指弓 我們就赴湯道火 即是說那幫人 曾經撐過警 是藍絲 對 你絕對有資格 可以表達你的立場 但是為什麼 你一哥就可以這樣表達 但是那些老師 那些老師 在Facebook 道士 Facebook 寫幾句 黃絲的立場 就要被校長召費 兼且停職 為什麼 那你一哥 這樣的政治立場 為什麼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 阿超人 不去照他肺 為什麼不停他職 這個世界就是 剛才我所說的 這些叫做光怪六吏 光怪六吏 最慘的一件就是 市民覺得 不公道 市民覺得 只管 只許這個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只許一哥 站在藍絲陣營 還要他們比手指攻 小小的一個老師 在Facebook寫下小小的政治立場 支持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就要停職 這是什麼世界 香港搞下去 這種的光怪六吏 搞下去 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亂必離 今天你不要以為 那些黑衣人好像少了做事 那當然 如果大家不怕死 雖然每個人都戴口罩 但是都怕惹到 中了一招 他日這個高峰一個 香港必然 只會有更大的社會運動 和更大的社會動盪 因為在現在這段時間 有一個這樣的人 在爬文爬武 完全藐視了法例 譬如吸煙 反吸煙 以身示法 跟著自己 自己鼓劃者 好像是我說的 說話 是完全誘失了 一個警隊一哥的格調 將警隊的形象再跌下去 沒有人能夠再信警隊 沒有人沒有人 只要大部份 他說有三四成撐警 是 但一定 大部份人 根據民調 都是給警隊零分 那你一哥 你會問 這個一哥 你以為他知不知道 他那天講的話 是會有人錄的了 如果大家細心記得 他準備拿咪 唱完歌之後 像朋友 就算了 人人都有自己的朋友 沒有問題 但問題就是 你唱完朋友拿咪 講話那一刻 跟著有幾個 好像看唱 沒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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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不見到那條片 不是偷拍的 你懷疑偷拍 當然是一輩子 很低炒上去 角度拍得不正 你看到那個角度 根據我們用開iPhone拍 正正的 肯定好像我現在這樣拿著 你說那些人不知道有人錄嗎 你猜一哥不知道有人錄嗎 明知他都敢說 即是他收到什麼訊息 他就收到 哦 我們現在港澳辦都換了個 奸人 中聯辦 港澳辦 現在都在做一個夏寶龍 一個中聯辦主任 全部都是手起刀落的人 對我 我跟這些老闆 不是啊大哥 他是要說給他們聽 不是說給你聽 所以不要錄 不要錄 假的 你猜他不知道你這些東西 通了天嗎 你只看之後有幾多人跟他互航 兩東西就多不多人互航 你就知道 這個全部都是一個編劇 他要告訴他的腦頂 聽 我鄧平強 出得來走 我吃個夜粥 不怕你的黃絲 最怕阿爺不繼續用我 我會跟你 你給你在夏寶龍 給你在駱惠寧 在邊疆 在任何的浙江 拆十字架 拆得更厲害 所以呢 拆十字架 你來拆十字架 香港還有很多東西拆 我和你拆 這個就是一哥想帶出的訊息 好了 既然是這樣 我都說了 我預計 我的水晶球告訴我 當這個疫情一個 香港 只會面對更大的壓迫 然後更大的騷亂 或者更大的社會運動 一定會排山倒海 所以我這裡 勸喻政府 都要勸喻 這麼說 政府不會聽的了 我就覺得 其實現在就是最好特赦的時間 但我有很多年青人 找我給法律意見的時候 十個有十個我都叫他們 踢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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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 踢完他 個個都沒事 警隊根本現在都不空做事 他都怕不知道你哪個事 哪個有事 法庭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到 現在最好有安排去特赦 過去這六七個月 社會運動裏面被拘捕的人 但是政府我多數都不會聽 政府現在占 政府只懂得什麼 派錢 OK 政府只懂得 就是一萬元準備來的了 這個我都 以前我絕對不是很同意派錢的 告訴你 因為政府應該有責任做些事 不過呢 沒有了 這個政府沒得救 你最好派人十萬 一百萬 用了你庫房的錢 最好 告訴你 當然十萬當然不夠 一萬也很嚴重 意思是 政府的錢我麻煩你 你又說填海 接著就給警察超過十億OT 接著還要去買電槍 接著買很多警隊的裝備 口罩不見你買得那麼快 裝備就寶寶爸爸買到來 是吧 打人的時候不見你說不夠裝備 口罩醫管局 喊緊口 現在整完N95 那些老闆 那些護士長都要收起N95 那些人不夠N95 這是什麼政府 你想想 禮崩樂壞到這樣的甜地 香港沒得救了 不過呢 我常常都希望 我把口 作為天主教徒 我們不應該不斷說不好的事 但有時候不說 好像對我自己良心受責 說完我希望她 我給她一些建議 她做與不做 她說是 派錢 特赦 然後林鄭麻煩你早日下台 我仍然都是估計4月30號是一個底線 有些人呢 心水清 我今天戴著這個項巾 你有留意林鄭呢 這個鄭亞毛的女兒呢 這幾排出來呢 都是遮住條項的 她未遮住條項之前 曾經呢 曾經呢 公開會面的記者會的時候呢 有些記者看到她 兩邊呢 有蛹腫 有蛹腫 好像有樓一樣 我都看到的 所以有些人呢 就說了 這個將會 避腫樓 不是葉樓屬宜的葉樓 是林鄭腫樓 作為天主教徒 我都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她 以她的心神 以她面對的壓力 以她家庭和社會之間 給她種種 我估計她老公呢 坦白說 那次出席 十一國慶 那些被出席的態度 你們知道她家庭 未必有很大的支持給她 社會 跌到谷底 你猜這類人的身心 是會怎樣呢 她有病 絕對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我估計 共產黨最喜歡 將你變成有 這個落台 最好就是你有病 所以4月30日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底線 是絕對有機會 不過這樣 你看到老共 包括最近王毅說的一句 你這幫年青人 亡中亡祖 這四個字 我已經收到很多年青人跟我說 瘟疫過後 就是你們說我們亡中亡祖 要面對他們再一波的社會運動 所以如果林鄭不早日下台 找一個似仰 雖然似仰也遲早出事 不過調和社會那種怨氣 然後還有王毅所說 說我們香港年青人亡祖亡中 這四個字 聽到很多香港的年青人 是很硬意之餘 他們必定會記住 當你說他亡祖亡中的時候 他就會問 你共產黨曾經有對過 我們中國老祖宗有尊敬嗎 那些孔廟為何你拆得那麼多 為何你緊跟當年的蘇聯大佬 蘇聯那些全是紅蘇綠眼 那你是不是亡祖亡中 你夠膽講香港人亡祖亡中 所以這個瘟疫高峰過後 這班年青人必定和你王毅 必定和你林鄭 必定和你駱惠寧 夏寶龍 和你一場生死決戰 這個不是香港人的福氣 確實 不過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現在一樣都沒有落實了 香港沒有什麼運行 香港真的確實有排亂 當中國可能要面對四千億王蟲的時候 當然了 飛不飛得過雲貴高原 飛不飛得過高山飛到大陸 不知道 不過我想王蟲 你就可以有機會盡量殺 香港人這種面對我們的良知與自由和公義 這種氣勢你殺得多少呢 你殺得一時 殺不得一世 所以大家首先保養好自己身體 和共產黨鬥長命 拜拜